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 哈尼亚如何在德黑兰的房间里被炸弹炸死的 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 哈尼亚于2024年7月31日在伊朗德黑兰房间被远程引爆的爆炸装置杀死 一些消息来源表明 哈尼亚是被爆炸前几个月安放的一枚炸弹杀死的 这是一个远程引爆的爆炸装置 哈尼亚在伊斯兰革命卫队宾馆戒备森严的房间里 知情人士表示 使用炸弹进行杀戮显示了重要情报一个重大失败 哈尼亚在德黑兰出席该国新任总统就职典礼 策划者以某种方式渗透到伊斯兰革命卫队设施 了解哪个房间是哈尼亚的房间 并能够确认他是在那里可以引爆炸弹 他们能够在相对较近的距离杀死他 马克杜伯维茨说 华盛顿智囊团保卫民主基金会的执行长 这必须向哈梅内依展示摩萨德的控制程度 深入渗透他们的系统 摩萨德是以色列的间谍机构 伊朗和哈马斯将这起攻击归咎于以色列 并发誓要报复 以色列尚未对此事公开发表评论 这次袭击发生之际 伊朗不仅正在庆祝新政府的总统就职典礼 以及其联合地区民兵组织 哈尼亚代表哈马斯出席了会议 与会者还包括来自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 耶门胡塞武装和黎巴嫩真主党 一名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 这次袭击可能花了数月时间策划情报官员说 哈尼耶所在的伊斯兰革命卫 对宾馆照片注视外墙或结构几乎没有损坏 表明这次袭击涉及一次小型的受控的爆炸 并在他的体内引爆 独立情报分析师罗南 索罗门 罗南沙罗门 表示 他专门研究以色列在伊朗境内的行动 以色列长期以来一直将伊朗视为生存威胁 并使其成为焦点前安全官员表示 其主要情报工作 他已经能够让特工进入该国 并应与当地合作而受到伊朗指责反对派团体合作 放置炸弹可能需要某种人力 索罗门说 这要么是哈尼亚圈子里的背叛 要么是伊朗人的背叛 他说 炸弹可能是由房间内的某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带入房间的 索罗门说 哈尼亚代表团 一名保镖也在爆炸中丧身 这是哈尼亚自10月7日袭击事件以来第三次访问伊朗 据索罗门称 入侵加萨走廊 哈尼亚重复三次访问将有让攻击者有时间研究哈尼亚在国内的动向 他的第一次旅行是在2023年11月 根据文字记录 以色列军方的发言人丹尼尔 哈加里当时说 如果想了解谁参与了这场战争 就必须注意还有哈马斯凶残的领导人之一伊斯梅尔 哈尼亚 访问伊朗 以色列在伊朗境内进行定点清除和破坏活动 有着悠久的历史很少正式承认其作用 2020年 伊朗指责以色列杀害顶级和科学家Mosem Fakrasada 当他和妻子在德黑兰东部一个受欢迎的度假圣地旅行时 这位科学家在他的车队遭到机枪扫射时被杀案中在日产皮卡车上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 沙姆哈尼 阿里圣康尼 在会上表示现场没有肇事者且机器出现的时间枪支由电子设备控制 2010年期间伊朗也指责以色列在德黑兰杀害了四名和科学家 2012年 化学工程师的车上粘着一枚磁性炸弹